金门同胞终于喝上福建的水之后 赖清德就抱怨在饮水议题上 金门县长陈福海没有帮台当局说点话 可能会让人民误解 觉得民进党当局都没有帮上忙 那邱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 在金门饮水这件事情上到底帮了什么忙呢 民党当然没有帮任何的忙 不但没有帮忙还扯了后腿 所以陈福海要怎么说呢 他难道说谎话 告诉金门人民告诉所有的两岸人民说 民进党帮了很多的忙 还要做这种违心之论吗 那我现在算几笔账 第一个账 这个饮水工程是要花钱的 台湾这边的部分 台湾要负担是13亿台币 那大陆的部分呢 折算成台币 它是大陆负担的 是19亿台币 所以就是说大陆出了六成以上 台湾出了不到四成 而在这一个台湾的13亿台币的 这个工程款里面 当时马英九当局 负担了其中85% 金门县政府负担了15% 而大陆的19亿 全部是大陆负担的 那我请问你 民进党出了什么力 民进党有付钱吗 民进党出任何的力吗 所以今天民进党除了扯后腿 他做了什么呢 第二个 福建本身的水资源也是不够的 在水资源不够的情况之下 还把这一个龙无水库的水 供应给你金门的军民使用 当然也负责到了台湾人民 这个难道不是大陆对台湾的 两岸一家亲的同胞爱吗 所以如果照这样子比较的话 整个金门的饮水共产 金门的供水 对金门的人民来说 当然是个大福利 当然是大陆给的大红包 他们当然非常感谢 可是你民进党出了多少力 答案是没有 所以从这里来看 我认为陈福海是个很诚实的人 我的朋友怎么会不诚实呢 陈福海这一次说法 他没有骂你民进党 已经很客气了